武寵是炸帝喝醉酒,叫酒店那個仕頭婆出來陪她喝,那個仕頭婆不是誰,她是蔣門神的老婆來的,她就火滾,指著武寵罵,死人頭,活該死的你,那我想走出櫃,不想扔了。 武寵早就把那件肚色布衣脫下,上半截就扔了她腰帶住,將我胡酒一潑潑在地上來,一步衝上前,剛剛撞著那個女人。 武寵手刮硬,她哪裡跑得掉,被武寵一手拿著她的腰,一手抓住她的雞,將她整個身子撕起,向著酒缸裡面扔,聽見咚啵的聲音,那個女人被她扔了到大酒缸裡頭來,武寵十聲凌轉身走過來,有幾個酒寶,手腳靈活些的,都向著武寵衝過來要打。 武寵哪兒將她們放在眼內,一伸手,輕輕一滴,就滴起一個了,兩個手抓住,又向著大酒缸裡面一扔,整個就蹤在裡面。 又有一個酒寶衝過來,被武寵拿著頭殼一扔,也扔了酒缸,那就三個了。 還有兩個破過泥的酒寶,被武寵一拳一腳就打低了,千頭那三個人,在三個酒缸裡面,硬是慢那麼掙扎,就不起身,當然了,浸死都醉死了。 這幾個伙計,被武寵打到屁滾尿流,就是有一個最聰明的被她扔掉了。 武寵就說了,這個家伙,肯定是去報給掌門神聽,好,我就去迎上去,在大路上打低她就好看了,讓大家笑笑就行了。 於是武寵就大大步趕過去了。 那個伙計,確實是扔她報給掌門神知道。 掌門神聽說就吃了一驚,啪聲扔低了那把膠椅,扔了一把線,就趕過去看看什麼事。 武寵在大路上撞見她。 掌門神雖然生得神高神大, 但是近來呢,因為酒色所迷,就搞到整個虧了, 但是,先頭就已經害怕了就害怕了,一扔過來,腳步還沒停, 就怎麼及得武寵老虎那麼壯健的人呢? 而且,武寵是有心來撞她的。 掌門神見到武寵,心裡頭先不先欺負她醉了, 一邊顧著趕進來,說時遲就那時快。 但是,武寵首先將兩個拳頭,在掌門神的面前仰她一仰,忽然間, 啪聲轉身就走,掌門神就生氣了,追過來了。 怎知被武寵一飛腳,踢上掌門神的小肚,哎呀,兩個手一按著,立刻蹲下。 武寵一踢踢過去,那隻右腳早就已經踢起來了,一直踢上掌門神的額頭, 踢到她整個打案就踢得住,武寵追入一步,只踢著她的胸口, 拿起那個撥頭那麼大的拳頭,對準掌門神的面前就打。 各位,先頭說那個打掌門神這幾招是怎樣的呢? 這樣的,首先將拳頭就仰一仰,轉身,飛起左腳,踢中了,再轉我身,再飛起右腳。 這幾招出了名叫玉環步鴛鴦腳,這個是武寵平生的真材實學,非同小可的。 當堂打到掌門神在地上來猛叫姚名,武寵渴的話,如果想我搖你的生命,你答應我三件事呢? 武寵,你聽著,第一件,要你馬上離開快活林,將所有的駕鴦,即刻交還原主金眼錶詩恩,誰叫你強行搶他的?我,我答應,我答應。 第二件,我現在放了你,你要去請快活林做歌頭的英雄豪傑來,來和詩恩陪禮,小人答應。 第三件,你從今天交割清楚,立即要你離開這樹快活林,留夜趕回鄉下,不准你在孟洲住。 如果在這樹不回去,我一見你一次,就打你一次,我見你十次,就打你十次,輕的就打你半死,重的就拿你的命,你應不答應? 掌援神聽了,條命要緊,慢點答應,掌忠什麼都答應了。 武寵就在地上踢回掌援神看看,打到他,臉青嘴腫,條頸都歪了,額頭就流血。 武寵指著掌援神說,別說你這個大壞,頸陽江上面那隻大老虎,我已經是三拳兩腳就打死了,好像你這樣算了什麼? 你快點交割清楚,還給他,遲些又打你一頓,拿你的命。 掌援神現在,這樣才知道原來這個是武寵,就更加口口聲聲認錯了。 剛才說,這件事人來了,他這趟帶了三幾十個漢勇的軍人,想來幫忙。 一見武寵贏了掌援神,哎呀,歡喜到嘉寧,哄哄哄為實武寵。 武寵指著掌援神說,原主已經來了,一面快點搬走,一面快點請人來陪禮。 掌援神就說,好漢,請進去酒店裡面坐吧。 武寵帶了一個行人進去酒店裡面看看,整地都是走。 那兩個先頭被武寵打落了酒缸的伙計,現在還在酒缸裡面爬著。 那女人剛剛在酒缸裡面爬出來,頭壞和臉都撼傷了,整身濕著燙著。 其它的幾個伙計呢,走到不見影了。 武松和大家入到店里面坐下 就喝他们说 你们快点收拾好酒人 掌援神一面找车 执拾好行李就送那女人走了先 一面叫武打商道的酒保 去虚振请十几个做头的豪杰 都来到店里面 为掌援神向私针陪礼 那些人来齐了 将这凉酒开晒 有的人送菜 摆晒在桌面 请大家坐 武松叫私针在掌援神的上手边坐定 各个人面前放着大碗 叫酒保斟酒 喝了几碗 武松就开口 各位 小人武松自从在阳谷院杀了人之后 冲冠来这些书就听人们讲 说快活林这座酒店 房屋是小师馆营的物业 生意也是他的 被掌援神以势豪强公演抢了白白的佔了他的饭碗 你们大家不要以为他是我的主人 不是 他跟我并无关系 我从来只要打天下这些不明道德的人 我如果露见不平 原来他就是领阳江上打老虎的武刀头 大家都起身为掌援神陪礼 大家说好看不太生气了 叫他搬车将一切都奉还原主 那就是了 那个掌援神给他这样一吓 谁说还敢开声啊 施恩就点齐了那些家私杂物 交过了店铺 好 掌援神啊 收蚕满面了 多谢了大家 自己捱一辆车 装起行李 就起程走人了 这些不在话下了 那当日 武宠就请快活林这帮有名望的人 一直喝到尽醉慌忧 晚头黑 散迹了 武宠这一觉啊 一直睡到第二天 日上三杆才醒 那个施老馆刑呢 听说个儿子施恩 重新霸回快活林酒店 就骑着马 一直来到店主 多谢了武宠 嘿嘿 连气几日 在店里面饮酒庆货啊 快活林这一带的人 都知道武宠使得 谁不来拜见武宠啊 从此之后 施恩呢 就装修回泡面 重新开张 老馆刑就放心了 自己是回到安平寨料理的事情 施恩就派人探听到掌门臣 说他带了一家老小 不知去向了 那他也放心了 就顾着自己做生意 就不理他那么多了 留了武宠一店里面居住 从此啊 施恩的生意 比以前多了几分利息 各间店铺和各个赌场当铺 都加倍地送很多钱来给施恩 施恩得到武宠为他争了这一口气 将武宠好像当作爹娘那么敬重 施恩呢 就重新罢回孟州道快活临了 正是夺人道路人还夺 仪器多事利益多 快活临中重快活 恶人 自有恶人磨 日子过得很快 又过了个几月了 正所谓严威漸退肉路生糧 金风去鼠就已经秋天了 有话即长就无话即短 当时施恩呢 正说和武宠在店里面谈闲计 谈论权盆枪法 这件店门前有几个军佬 拉着一匹马 来到店里面问了 谁是打虎的武刀头啊 施恩认得这几个人 是孟州首遇兵马刀监 姜蒙方颜外的亲随人来 施恩就走上前问了 你们找武刀头什么事啊 过军佬说 奉了刀监上公君子 听说武刀头是个好汉 特意派我们带马来拿他去啊 上公有了命令在处 施恩接过来看了他想了 这个将刀监是我父亲的上司官 是属于他调遣的 现在武刀又是冲军来的监犯 亦是属于他管 没办法啦 就让他去啊 施恩就对武刀说了 兄长啊 这几位官差是将刀监上公那处派人来拿你的 他既然派人牵马来了 阿干你怎样啊 武刀是个刚直的人 样样都是张心比心的 他就说了 他既然来拿我 然后走一趟看他有什么说话说 跟着就换了衣服头巾 带了个伙计仔 上了马 跟着那几个军佬就去孟州城了 来到张刀监的住宅前面落了马 跟着那个军佬一直到大厅参见张刀监 那个张蒙方见到武宠来就很欢喜了 他说来来来来 进来见面 武宠来到大厅 拜见了张刀监好恭敬地站在旁边 张刀监对武宠说 我听说你是个大丈夫男子汉 英雄无敌 敢同人同生同死的 现在我帐下就是缺这样一个人 不知你肯不肯跟我做个亲随体的人呢 武宠就跪下答谢话了 小人是个劳成形里面的监犯 如果得到恩相抬举 小人愿意马前马后服侍恩相 张刀监好欢喜了 就叫拿果盒走出来 张刀监趁热刺了走 喝到武宠命顶大醉 就在前厅酒廊那里执拾一间乙房 给武宠休息 第二天又派人去私人那树拿着行李来 以后呢 武宠就在张刀监家里住了 这个刀监相公啊 每日不停地叫武宠入后堂 请他喝酒吃饭 由他穿堂入室 直接将他当到亲人一样看待 又叫个裁讽来 和武宠里里外外做新的秋衣 武宠见到这样的心都很欢喜 他想了 哎 但是这个刀监相公 一力要抬举我 代我这么好 不过自从来到这些主乐 全部不离 又没有时间去拜活临寻私人谈下 虽然他不怯地派人来探我 他自己怕是不能够来得这些主乐 那武宠自从跟了张刀监啊 刀监相公是好喜欢他 但凡那些人有些公事来求到他的 武宠对刀监相公一说 没有说不答应 那些人都送些金银财博 囚断丑来多谢武宠 武宠就买了柳藤箱 把送来这些东西都塌在里面 这些不在话下了 时间确过得很快 没多久 已经到了八月中秋 当日 张刀监在他家后堂那间鸳鸯楼下 下面大排盐役 定上中秋 就叫了武宠进去里面喝酒 武宠进去 看到夫人和家眷都坐在席上喝酒 那他喝了杯就要转身扯了 张刀监就叫着武宠问了 你去哪里 恩相 夫人和家眷在此喝宴 小人理应迴避 无所谓的 无所谓的 我敬中你是个义士 特意请你一起喝酒 好像自己人一样 需要回避 坐吧 小人是个监犯 怎么敢和恩相一起坐 义士 你为什么这么见爱 你说又没有外人 坐吧 无所谓的 武宠三番四次 谦阳告辞要走 张刀监就哪里肯放他 是也要武宠一起坐一树 武宠就只有走过来 远远地坐下 张刀监就叫丫鬟哥女和他喝酒 喝了六七杯酒 张刀监就叫上菜 吃了一轮 谈了走路 问了窗法 张刀监就说了 男人大丈夫喝酒 怎么用他这么小的杯 叫人拿了大银杯 来斟酒给义士喝了 连珠简劲了 武宠几大杯 这个时候 月明光彩照入东窗 武宠喝了半醉 忘了礼节 顾着一尾痛喝 张刀监就叫了一个心爱的歌女 叫做玉兰 叫她出来唱歌 这个玉兰是生得很漂亮的 那张刀监就对着玉兰说 你说没外人 只有我的心腹没刀头在这儿 你唱这中秋想月的曲给我们听下吧 玉兰是拿着橡牙板 上前礼向着各人请了个安 说一声漫幅 放开喉咙 唱了一只东坡学士的水调歌 唱得真是好听 那声又甜又满 唱完了 玉兰放下橡牙板 对着各人走了个礼便站在一边来 张刀监就说了 玉兰 你和大家敬一轮走呢 这个玉兰就拿了一副敬酒的托盘 丫鬟是斟酒她是敬酒 先不先就敬了上公 第二个敬了夫人 第三个就敬给母宠了 张刀监叫针满点 武宠哪有这么担高头看 不好意思的嘛 就起身离开远远接个杯酒 对着上公夫人行了个礼 拿起杯酒就一饮而准 就还回一杯给玉兰 张刀监指着玉兰对母宠说 这个女仔几聪明伶俐的 好识唱语 针子又极之好 如果你不嫌她出身低微落 等过几天 我扎个吉日粮食 将她来嫁给你做个老婆 母宠立刻起身跪下叩头说 小人是什么人 我怎么说要欣赏家里的人做老婆 不行 我既然说了 肯定要送给你的 你不要推了 我不会赴约的 当时又连气喝了十几杯酒 喝到差不多了 酒涌上来 母宠就怕失礼了 就起身拜祭了上公夫人 就走回前厅酒廊自己的房间 她开了门 又觉得先头吃得那么饱 不睡得自家 就回到房间脱了长袍 脱了头巾 拿一条沙棒来到大厅外面的天井 在月光下面 打了几路滚 打完 按钩头看了个天 大概是三间那样 没想着 母宠就回到房间 正说想脱衣睡了 听见后堂里面吵起来 叫有财 母宠就听见就想了 刀铐上公对我这么好 他后堂里面叫有财 我不去族策保护他又怎样呢 母宠就想报答张刀铐 就拿一条沙棒 一直哆哆声赶进后堂族策 只见那个唱曲那个玉兰 方方张张地走出来说 有个财子扔进后花园 母宠听他这么说 拿着沙棒大大步 一直追进后花园找 吓吓吓找了一片 找不到 就回头跑回来了 吴随意被人在黑影里面 扔张桥凳出来 将母宠整个踢到 立刻就有七八个君佬走出来 喝一声说捉拆 就在地上 将母宠一条绳绳绳 母宠大声叫说 是我啊 那帮君佬没理他 这个时候 只见厅堂里面是灯火辉煌 将刀铐坐在厅上叫说 逐过来 那帮君佬 将母宠一步一份打到大厅上面 母宠就叫了 我不是财的 我是母宠啊 将都这样见人生气了 立刻变了面色 喝他说 你这个财配君啊 本来就是个强盗 正一是财心财干 我说要抬举你一力成财 未曾规待过你半点的嘛 先头还和你一起喝酒 同植吃饭 我本来说要抬举你 给个官你做的 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勾当来啊 相公不关我事的 我是来捉财 为什么将我捉了做财呢 我母宠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 不做这些这样的事的 将都这么喝 他说 你这个家伙更抵赖 人家 将他押去他房间 搜查一下有没有装物 那帮军佬就押着母宠 一直去到他的房间 开了他的柳条箱看了 上面都是一些衣服 下面呢 原来都是一些金银碗碟 若不然有一二百两装物在这 母宠见到自己都猛了 一味叫冤枉是啦 那些军佬 将个箱抬出来大厅 将刀键见到人骂他了 财陪军 你这么可乎 那些装物在你的箱里头抄出来 你还有什么说话说 常言说知人知面不知心 原来你这个家伙好微好貌 里面是财心财干 既然有装有正 不用说那么多了 立刻就叫人将那些装物封了 就叫人将母宠送到机密房里面监禁住先 让天光才处理他 母宠大叫怨恶 知人哪里肯听他斌辨 那些军佬抬了装物 将母宠押到机密房里面看管 那个将刀键 留下派人去对知府说了 压师呀 恐目呀 警察呀 个个都逗了黑钱 但是天光 知府升堂办公 那些緝部观察 就将母宠押到大堂 装物都抬上来 将刀键家族的心腹人 就带着将刀键家族被劫的文书 呈上来给知府看 那个知府看完 就喝叫左右将母宠整个压低 那些欲出折级 就将那些考问犯人的凝聚 就丢在面前 母宠刚刚开口想说分辨 知府就喝他说了 你这个家伙本来是个配君 又什么说不敢做财 一定是一时建材起义 既然是有庄有正 不用听你家伙乱说二十四 尽管跟我出力打 那些差人欲卒 我气劈头捉骗这些刑具 劈劈啪啪啪的语点打下来 母宠知道不是劳朗这趟 就硬招应说 是 本月十五日 一时见到本官屋企 很多金银碟碟 因此是起心 半夜乘机去偷 那在宫尺上面打了指毛 知府就说了 你这个家伙 正是建材起义 不用说了 拿面家来钉了收监 我欲卒就拿面长家 将母宠锁塞 押得到死囚牢里面监禁 母宠去到监牢里面就想了 将都监固家伙 按照你这个犬徒来哭害我 我如果能够得出一条命出去 我再来跟你宣众 那些肉侠 将母宠压在大牢里面 将他那双脚日夜都用木杠锁 当时又将手铐锁锁住他的手 真是动都不动得了 好了 现在回来讲讲诗恩 当时已经有人将这件事说了给他听 他就连忙入城跟他父亲商量了 老管仍就说了 眼见得是张团年为掌援神报仇 就买通张高鑑 想了这条死亡来涵害无重 当然他派人上上下都花了钱 那些人受了人钱贵路 当然不理他说那么多 是要害他命的了 不然我想 他这个不是死罪来 如果我们能够迈通两院的压劳折级 就可以保存他的命 那么出来再作打算来 诗恩就说了 现在大牢那个折级姓康的 和我是最好的了 那我要求一下他好不好呢 老管仍就说了 无重是为你搞到坐牢的 你不去救他又更待何时啊 快点去吧 快点去 诗恩拿着一二百两银 直筆去找个康哲级 康哲级在监楼里面没回 诗恩就叫他家里找人 去监楼里面通知他 没多久 康哲级回来和诗恩见面 诗恩就把这件事 从头到尾的说一次给他听 康哲级就说了 不怕跟兄长说了 这件事都是张都监和张团练两个同性结议做了兄弟 现在掌援神躲在张团练家里 他就叫张团练买通张都监 商量出这条路来 一切上上下下的人都是掌援神用钱来贵路 我们都接了他钱的 那知府是一力跟他作主 次必要拿武宠条命 只有办案一个叶孔木不肯 所以还不敢害他 叶孔木这个人是终极价义 不肯害好人的 所以武宠还没吃到亏 现在听师兄既然这样说了 监牢里面的事 有我在这儿打点的了 现在我回去就放松他 以后就不会叫他挨半点苦的 不过你要快点找人去跟那个叶孔木讲 要求他早点判决 就可以救回他的命 师兄就拿了一百两银送给康哲级 康哲级初时不肯要 再三推辞 后来说了多了 他才收下的钱 师兄告别了康哲级回去营里面 又找了一个跟叶孔木很老友的人 带了一百两银送给他 请求他早日做了一个有利于武宠的判决 那个叶孔木已经知道武宠是个好汉 也有心要周全他的 所以早就将这件案情不是做得那么死 不过知府受了张都这样的贵路捉托 硬是不肯从听发落 不过问来问去 武宠就是偷野而已 不判得死罪的 所以就拖住了 想在监牢里面谋害他的性命 叶孔木现在得了这一百两银 也知道是涵害武宠的 于是就将这个案情都改轻了 尽量开脱武宠 只是等期限一满就判决了 那究竟武宠的命运如何呢 就要听下回分解了 就要听下回分解了 就要听下回分解了